走,走,吃饭 早饭是吧,您放在那个取餐台那儿就行,谢谢 光通通的油泼辣子 绝对是我离开家乡前最后一顿早餐的最佳选择 未来的旅途还能遇到什么样的美食美景呢 拭目以待 所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开电车旅行 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的确这辆车有更大的概率把我撂在路上 但是我因为油车比较多 罗车子只买了娇墙 这辆倒是武装道的牙齿 从轮胎包到拖车包拥有尽有 所以运行成本实际上是更低的 噢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LIFESAVER 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 这个现实真的重 这一想念能保护为啥 这一路充电里躲不得 一路通通 我不要没电的话 拖扯 行拖扯 放不成汽油 放不成存电 这是我现在的充电速度 一小时能充390 57% 59分充吧 这就是安全感 不会把我撂路上了 去了个洗手间 安子在车里边 还挺乖的小家伙 它的车内温度显示24.5度 应该它比我这还舒适 果然里边超两个爪子 嗯哥哥 乖不乖 乖不乖 这是专门给你早上带的三文鱼 给个午饭 这就吃完了 乖宝宝 所以说这就是电车的 一点小小的优势吧 就是我去锁车上洗手间的时候 依然可以保持车内的空调 是远程控制的运行 监控温度 保证它不会在里边晒死 你干啥 你非要进人家餐厅 走走走 回车里 刚吃过三文鱼 你舌头好长啊 那边那个小哥是一辆丰田86 我刚问他 我说你长途开弄二舒不舒服 他说不舒服 四十度四十八 看狗子 我俩开了九个小时左右吧 今天住处在那儿 120块钱的房子 新闻 这一定繁华 暖干就好 还不错呀 别看外边有点 有点诡异 这睡一晚上 非常nice 是不是宝泽 很干净呀 是吧 挺好的 收拾气息 给你吃饭 快来 好 等它喝完 我们去找充电桩 找一个正常的安全的车位 不能扔马路边 然后 给我吃饭 还没吃饭每天 救星来了 救星来了 这个更重 181 这吃的感觉好多 走吃饭 刚看过美国末日的美剧 我该怎么说呢 开玩笑 他转酷起来了 他还能这样摇 旁边少朋友头来的羡慕的目光 小哥就咱们在家究竟吃一个游肉串串的 就一位我和他 你看坐拐角是哪吧 对他特别挺好他跟我在旅行 今天旅行一天有点狼狈 但是我相信这一顿 等着宝贝我去拿菜去啊别动 西安的串串是什么玩意儿啊 你看这 要要要要要 您帮我拿 您帮我拿 我去看他去 这是我们特意是学习的玩意儿 牛肉牛肉丁瘦的牛肉 对谢谢谢谢麻烦您了 在我们那吃不到 您帮你吃不到 我们就只有上边这些 一根签五毛多 就是要撑嘛 等于这一块肉就是一块多是吧 大概就是一块钱 我们撑的话是165一斤 那这个粗的这个是怎么算 这个是5块钱一根 这个是4块钱一根的 这个就是165一斤的 我说真的 西安的串是啥玩意儿啊 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卤牛肉给你来一点好了 你不能吃太多 但是一串给你在这里边 算一算 上次那个新闻之后 我要格外仔细地看这个张鲁鱼 没有蓝串 黑串 可以 不香不香病 哈哈哈哈 嗯 嗯 这个质感跟辣牛肉很像 但是 特别的软嫩 我就说嘛 还能有你不吃肉的一天 那我们就看我俩能扫荡多少吧 这一串你们是亏钱卖的 这一串鲜肉能有多少 然后你们卖4块 哇 再来点 嗯 也没给我怎么送菜就是137 是吧 对 吃好了 撑死我 才130 我都不敢想 今天可能是我 拍视频以来 拍的最菜最业余的一天 过的最狼狈的一天 吃的最狼狈的一天 但是也是最开心的一天 小小的大猪 我才来了大概三个小时吧 大家都很热情好客 都 哇 对安安也很热情 对他也很友善很棒 真的是超棒的地方 看那边小朋友玩的 也特别有趣 嗯 我们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还有更大的硬仗等着我们 要跟吴老师单挑 希望这个系列能做成一个低开高走 越来越 能好上手的一个系列吧 真的是 自己开车 自己规划 还要带着他 就特别的 也不叫累吧 反正 你们懂了 明天再见吧 拜拜